练习,我大概说一下 第一个的话,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可能要特别小心 它的输入跟输出,其实 理论上,你题目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不过我觉得重点你可以摆在 它的输入跟输出上面 只要符合它的输入、输出,其实就是OK的 一般我的习惯是这样,第一个 假设我们 可以把程式写完,比如我按照它的需求 我大概知道,它input是input 列式上的10,它会2.5,那等于是它可能会有小数点的几率 所以这个时候,你输入的时候就不能用int 因为int的话,那可能会限制 它输入小数点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 假设先建一个空的文献 然后分别怎么样 把需要的东西打上去 这张程式码其实云端上有答案 我大概show 一下 各位看 那其实主要重点是 第一个 这边会有input input的话就外部的模组 那这个模组 主要是用来做什么呢 取得那个原作录 Pi的部分 因为 Pi是一个内建的属性 直接可以调用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调用的话呢 因为它是放在这个NAS这个模组里面 那这个模组其实本来已经存在了 OK 你只是需要用 费路的方式 input它 你就可以 得到它相关的功能 相关的属性 比如说这个Pi 首先的话呢 当然计算 这个半径 圆周 它有这个相关的规则 假设我已经写好了 那如何让它 特别注意 首先的话呢 你执行的时候 一般习伴这样 真的看会比较清楚 把它程式写 写上去 你们可以参考答案的部分 再来的话执行它 不过你会发现执行 常常有同学 光执行第一个 程式的时候就卡住了 你想说 这句话怎么没有任何东西 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它这个input的地方 后面其实不希望你输入任何的讯息 所以刮户里面是空的 也就不像说我们刚刚BMI 浅输入升高 浅输入 所以理论上没有任何讯息 那没有任何讯息的话 其实你这个时候 你如果把它run了之后 其实就可以开始输入的 也就是说你要输入什么 比如说我输入 它要我们输入的比如10好了 那你就直接在那边打10 Enter就可以了 因为它input 后面没带任何的讯息 所以你直接 按Enter 它就会直接把它丢到R的变数里面 然后计算出底下的结果 你们看到底下就会出现这些相关的讯息 那你可以比对一下 比如说你输入10之后 得到的跟 它要求的一模一样的话 那表示你应该做对的第一个部分 那一样你可以再把它run一下 因为它底下有两个输入 你就第二个输入2.5 Enter一下 看到得到的结果 是不是跟这个一样 2.50 没错 15.71 16.93 OK 这三个都OK的话 那表示也应该没问题了 理论上大概是这样的规则吧 因为我是怕所有的同学 都看题目 看没有东西 如果你假设你不是为了考试 你可以稍微修改一下 怎么修改 你可以把音符小刮户里面 带一些讯息都没关系 因为你只是练习嘛 你不是考试嘛 比如说请输入什么 请输入半径之类的 那将来的话 在跑层次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请输入半径 这样子 然后冒号一下 类似像这样 那把这个地方的话执行 这个时候当然就会比较看得懂 有没有 可是你考试的时候就不能这样 你考试如果多加这个 零分 OK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考试我觉得 我刚开始让它的时候发现 因为它有一个评分系统 不过那个评分系统另外花钱买 因为之前我有那个评分系统 它有一个地方 其实我曾经写完都一直没有办法得到满分 那原因何在 后来我发现 因为 它这个题目里面 这个地方 等号的前面跟等号的后面 其实是有空白的 也就是说 没有空白 也是错的 OK 所以如果假设里面的格式 跟它有差一个地方不一样 结果就是零分 OK 所以很麻烦 如果 假设里面这些细节都有注意到的话 那其实参加这个考试 我是觉得倒也没那么困难 大概是这样子 OK 这个提供给各位参考 我刚刚提到那个题目部分 云端上有 那答案的部分的话 这边也有 一到五类 如果你 假设只是为了拿一个证照的话 那这上面其实就有我刚刚 讲到的这个 这个答案 所以我刚刚那一段 其实就这一段 你可以把它 你如果想要试试看的话 你可以把这一段Ctrl C Ctrl V 贴过去 让它看 其他除了圆 的计算之外 什么公里转英里 这个应该也蛮一般的 然后坐标的计算 两点之间的计算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正N边形的面积计算 都是很简单的数学题 当然重点不在数学题 反正就是把词词打出来 你看他可能会从 这些题目里面 挑出一题 考你 然后你把词词打出来就可以了 OK 那这个部分大概跟各位说一下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来看第三个单元 那请各位 想想看吧 再来就是 两个回圈的叙述 一个是 缝回圈 一个是 缝回圈 那其中的话 我是觉得缝回圈 我自己用的是最多的 缝回圈反而用的没有那么多 那缝回圈跟缝回圈 其实 两者其实 有的时候是可以互通的 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不用那个 缝回圈 你用缝回圈写 直接写得出一样的结果 所以你会发现 有的人蛮喜欢用缝回圈 可是有的人很喜欢用缝回圈 OK 那就是看每个人的思考方式吧 还有习惯而定 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缝回圈 但是有的时候我看别人的程式 就是刚好颠倒 我发现很多人很喜欢用缝回圈 他连 可以用缝回圈的地方 他通通都用缝回圈 我看了就很不习惯 所以我都通通把它改成缝回圈 因为我看不习惯 所以我可以自己改成我习惯 有时候你 哪怕是参考别人的 我还是会通通把它改写 因为如果你用别人的 将来你会看不懂 会看不习惯 导不如你改成你自己习惯的方法 所以呢 等一下请各位撰写一个程式 就是1加到 这个99好了 那把1加到99的结果把它print出来 这一段其实还蛮简单的 那首先的话呢 要怎么知道 那个缝回圈的叙述方法 OK 那请各位 先看一下第3单元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缝回圈的 一个设计方法 OK 顺便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那个 证照考试的第1跟第2类回去可以练习看看 最好是说 那个答案 上面的参考答案你复制贴过来 把它删除掉 重新打一遍 都没关系 最好可以在10分钟之内完成 如果你10分钟之内可以把它写完的话 然后呢 你其实如果有个信心 如果你有这个证照需求的话 你报个名考试 但是 其实也蛮好的 对吧 至少 这东西 就是别人没有我有 就感觉好像 多了一个 虚荣感 OK OK 好 不过我是有一个目标啦 你又没有目标的话 学习任何东西 都会感觉好像有一搭没一搭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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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